為什麼蘋果在iPhone X的時候突然推出了Face ID的功能? 那告訴大家這根本不是巧合 這是蘋果這10年來長期的佈局 蘋果它推出Face ID最大的理由就是為了 哈囉大家好,這是BPW Study 蘋果今年2023年WWDC發表會 正式象徵了蘋果走入了全新的生態系 對,那主要有三個關鍵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Intel的晶片正式從蘋果產品線當中終結 那現在蘋果的所有的裝置都是使用Apple Silicon 也就是蘋果製造的晶片 那第二點的話就是關於機器學習的部分 因為蘋果的機器學習還有晶片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 所以我們現在不管是在iOS、iPadOS或是MacOS上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非常客製化的功能 它背後的原因就是來自機器學習已經相當的成熟 那可以給予我們很多客製化的功能 那第三點就是Apple Vision Pro的出現 它完美的解決蘋果之前在生態系當中遇到的所有瓶頸 然後Apple Vision Pro出現之後 真的是化解我對蘋果所有產品線的疑惑 當我在罵說iPhone在擠牙膏 然後沒有更新的時候 其實人家蘋果早在10年前就已經在測試Apple Vision Pro了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當中不敢看到的iPad、Mac、AirPods等等裝置 它其實全部都是為了這台Apple Vision Pro在做準備 那我會在今天這部影片詳細的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脈絡到底是什麼 好 今天影片走的時間在這邊 那因為今年WWDC的內容更更新很多 所以我不想要按照順序慢慢的講下去 那其實很多YouTuber都會介紹了 所以今天影片我一開始我就要來直接講重點 我就要來跟大家詳細的介紹Apple Vision Pro 並告訴大家蘋果生態系這10年來的真相 以及蘋果生態系未來的走向 那在影片最後的10分鐘我就會來跟大家講一下 今年WWDC大會上面的三大硬體更新 然後還有iPadOS、MacOS、WatchOS、iOS以及TVOS 它的更新有哪些 也會來跟大家聊聊說iPad和Mac未來的走向 因為Apple Vision Pro未來很有可能是市場主流產品 那蘋果的其他裝置到底該何去何從呢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保證會讓你姿勢滿滿的帶回去 但是今天的影片內容真的滿多的 所以我有一些看稿的情況就請大家多多包涵啦 好 那一樣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先記得按下訂閱鈕 並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跟BPW相關的最新資訊喔 看到Apple Vision Pro發表後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想到 我到底要怎麼拍這個開箱給大家看 因為它是一個VR結合AR的MR裝置嘛 其實我自己戴起來也只有我自己看得到而已嘛 對 那如果觀眾有想到什麼樣的開箱方法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底下告訴我喔 好 那今天關於Apple Vision Pro的部分 我會分成四大部分來跟大家介紹 我會分成全新系統 全新互動 然後全新科技以及全新生態系 這四個面向來跟大家講一下 Apple Vision Pro今年的推出 好 那首先是全新系統的部分 那今年Vision Pro就推出了它對應的VisionOS系統 那它是全世界第一個空間作業系統 然後在晶片的部分這次是搭載雙晶片 分別就是我們很熟悉的M2晶片 以及全新推出的R1晶片 對 但是蘋果今年沒有對R1晶片有更詳細的說明 那我自己推測有可能也是像M2一樣是3nm的晶片 那M2晶片在Vision Pro上面它主要就是拿來做運算 那R1晶片的部分它就是專門來計算鏡頭上面的數據 第二個是全新互動 那全新互動的話總共有七個全新互動的方式來跟大家介紹 第一個的話就是關於App介面的部分嘛 現在App介面會以3D的方式直接顯示在使用者的面前 然後第二個全新互動方式是Apple Vision Pro非常厲害的地方 它不需要任何的手把或是控制器 你只需要用手指譬如說滑動或是這樣子捏起來點擊 那你就可以針對空間當中的所有畫面去進行移動 放大縮小或是指令 第三個也是我覺得它非常厲害的一個互動方式 因為它是MR的裝置 那它就可以透過它裝置側面的旋鈕 然後來控制說 我現在是要AR的環境還是 全虛擬的VR環境 用一個旋鈕的方式讓你切換在AR跟VR之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用也是相當的好 比如說像蘋果發表會講的嘛 你在搭飛機的時候 如果你不想要被身旁的人影響 那你這時候就用旋鈕轉成VR的模式 那你就可以沉浸在自己的空間當中 然後接下來是關於Vision Pro獨有的EyeSight的功能 那EyeSight功能它只有有兩個 第一個功能的話就是 因為你現在可能是在VR或是AR的模式嘛 那如果旁邊有人可能靠近你的時候 那Vision Pro它就會讓這個人漸漸的出現在畫面當中 對所以它其實讓你在保有VR的狀態之下 你還是可以跟你身旁的人來互動 第二個EyeSight最厲害的功能就是 它會模擬出我們的眼睛 對因為我們戴著這個頭戴式裝置嘛 那其實眼睛跟眉毛這裡有很大一塊部分會被遮擋住 Apple Vision Pro它就是利用它 鏡頭內部的LED還有紅外線的感測器 那去模擬出你的眼睛的輪廓還有形象 所以這樣子你戴著Apple Vision Pro 你在跟別人視訊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很完整的呈現你的眼睛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蘋果的黑科技之一啊 如果沒有這些厲害的晶片和運算系統 絕對是做不出這麼厲害的人像模擬 第六個的話就是蘋果就是標榜了 就是你戴著Apple Vision Pro 那你可以使用充滿空間感的Facetime 你可能同時跟很多人Facetime視訊 那這個人可能會在我的前方 然後另一個人在我的左邊 然後另一個人在我的右邊 那你其實就可以用頭去環顧四周 然後來呈現這個更有空間感的Facetime 最後一個第七個全新的互動方式就是 因為它在Apple Vision Pro兩邊 會有一個音源的單體 那它會根據你的頭部還有耳朵的大小 然後你可以去制定你的空間音訊 對那其實這個就跟AirPods的空間音訊有點類似 只是它就是在更高的一個層次 那再來的話是全新科技的部分 今年的Apple Vision Pro 導入了三個全新的科技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今年的Apple Vision Pro 搭載了蘋果第一台3D的相機 那這個3D相機它組成的結構 其實非常複雜 我在這邊跟大家統整一下 主要有兩個主鏡頭 就是往前看的主鏡頭 然後兩個下視鏡頭 那下視鏡頭就是拿來控制你的手勢嘛 然後還有兩個側面鏡頭 紅外線鏡頭 Lidar 然後兩個人像相機 對這個是朝外的部分 那朝內朝著你的眼睛部分 它也有鏡頭 它也是兩個朝內的紅外線感測器鏡頭 然後還有兩個LED燈 對那就是來幫助你去做EyeSight的功能 去辨識出你的眼睛 還有你的輪廓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子加總算一算 蘋果在這台Apple Vision Pro裡面 就已經有超過了13個鏡頭 對然後還有其他的感測器 所以可以說這個真的是一個 非常精密的裝置 第二個全新黑科技就是 蘋果導入Micro OLED 它在發表會當中有說 就是相當於一個郵票的大小當中 你可以去塞入2300萬個像素在裡面 對所以其實我們戴上Apple Vision Pro的時候 那個像素的表現一定是非常的好 就算我可能有一點點近視 但是我看到的那個 VR的螢幕解析度 我覺得也是相當的好 第三個黑科技就叫做Optic ID 那其實就是紅膜辨識的意思 頭戴式裝置這種東西是更私人的裝置嘛 所以我覺得蘋果用到紅膜辨識 它其實也是有它的理由 那也是證明了蘋果在機器學習 還有人像感測這個部分已經做到了極致 所以才可以發揮出紅膜辨識的這個功能 好接下來第四點 我們來講到全新的生態系 那你現在戴著Apple Vision Pro 那你同時也是可以使用 蘋果它們原廠的鍵盤還有巧控板 那你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台電腦來使用 然後螢幕的大小 你當然是可以自由鎖防 可以變成像電影院一樣無限大 或是像是你一般書桌的顯示器的大小 然後他們也同時支援了Apple Arcade的 超過100種的遊戲 所以你就可以用3D互動的方式來玩遊戲 那最後一點的話就是我會在影片後面講的 就是Apple Vision Pro它其實帶領蘋果 從一對一的裝置走向一對多的生態系 那這個我會在影片的第二個章節 來詳細跟大家講這個故事 好那接下來的話就是一些關於 Apple Vision Pro比較數據化的東西 我就很快速的帶過 那它這次的電池是使用MagSafe的外接電池 然後每顆電池大約可以支援 Apple Vision Pro運作兩個小時 那在目前售價的部分只有美金的定價 那是3499美元 那如果換算成台幣的話 可能大概會將近11萬或是12萬的終端售價 對那我們就是等明年 蘋果上半年在美國發表之後 那我們就看看下半年有沒有機會 在台灣正式的販售啦 好那今天影片的重頭戲來了 大家剛剛聽完我前面Apple Vision Pro的介紹之後 有沒有發現許多巧合的事情 其實Apple Vision Pro裡面所有的功能都有iPhone iPad Mac甚至是AirPods的影子在裡面 那告訴大家這根本不是巧合 這是蘋果這10年來長期的佈局 大家可以想想看一件事情 為什麼蘋果在iPhone X的時候突然推出了Face ID的功能 對其實Touch ID解鎖不是很快嗎 然後我們在Face ID其實之前會遇到戴口罩 或是很多辨識上的問題 那為什麼蘋果這麼堅持要推出Face ID呢 那當初蘋果的理由就是說 喔我們是為了資安的問題 因為指紋很有可能會被盜用 對所以我們才推出了Face ID 但其實事實上根本沒有這麼簡單 蘋果它推出Face ID最大的理由就是為了這台Apple Vision Pro 那它透過iPhone的裝置 然後透過Face ID不斷的測試還有機器學習 那最後它才可以去演算出這麼精緻的3D模型 還有我們人像的辨識 所以我們在Apple Vision Pro上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非常多視覺優化的內容 像是iPhone原先的LiDAR鏡頭啊 人像相機還有紅外線鏡頭 還有我剛剛講的Face ID的感測器 它全部都是應用到Apple Vision Pro上面 所以我們有時候很疑惑說 欸為什麼iPhone要突然裝上LiDAR 然後為什麼要用Face ID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這件很不明白的功能 它背後的理由就是蘋果想要不斷的優化測試 那不斷的把它LiDAR進化 不斷的把它的紅外線辨識變得更加精準 以利它最後做出Apple Vision Pro 這麼樣精緻的一個產品 對那大家當然說 欸我只有講Face ID這個證據嗎 那還有其他的證據嗎 當然是有的 那我們可以想想看 蘋果在去年iOS16推出的通用控制的功能 我們可以自用的從Mac跟iPad之間去拖移我們檔案嘛 然後也可以直接把畫面直接拖移到另一個裝置去 那其實它這個就跟Apple Vision Pro 我們用手指去切換各個畫面 它的道理是一樣的 而且它最關鍵的其實並不是拖移的這件事情 它是要如何達到即時同步這件事情 就是你把檔案傳輸過去的時候 或是畫面拖過去的時候 它不會有任何的延遲 它可以完全在兩個裝置之間馬上同步 那這個就要回應到蘋果發表會裡面講到的CoreOS CoreOS它其實就是集結了MacOS iPadOS還有iOS這幾個系統 然後去集合成我們現在看到的VisionOS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VisionOS 它其實是整合了所有OS成為同一個架構 擺脫了以前 蘋果各個OS它都是獨立的一個困境 對那其實蘋果在近幾年的軟體更新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不斷的在整合各個OS之間的功能 我也會在影片後續的iOS介紹 來跟大家再講一次這件事情 好 那講完 在視覺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蘋果舊產品的影子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到聽覺 大家還記得我AirPods在去年 就推出了這個空間音訊的功能 那你耳機戴上之後 假如說電腦擺在我的前方 那我這時候把我的頭往左右移 那我耳機的左邊的聲音會變大 右邊的聲音會變小 那其實這個空間音訊 它就是以一個3D環繞的空間 讓耳機去知道說我哪個裝置在哪個位置 那去給出不同的對應的大小聲 對 所以這個也是Apple Vision Pro 在今年所做出的功能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AirPods 它就已經在測試這個功能了 好 那最後一點就是關於手勢的部分 Apple Vision Pro的手勢 其實它的根源都是來自於蘋果的Multi-Touch 對 但是如果大家以iPhone的角度去想 可能不會發現它的關聯性 因為iPhone就是很單純的滑動 iPhone它只是為了讓你在操作的時候很方便 讓你可以用單手操作 對 但是我們可以來觀察一下 近四年來iPad它的改變 大家還記得大概在四年前或是五年前的iPad 它其實手勢操作 基本上就跟iPhone差不多 但是我們到了2018、2019年之後的iPad 它就有越來越多全新的手勢 例如說像是多工處理、控制中心、通知中心 然後還有文件的上一步、下一步 甚至這些Apple Pencil的懸浮功能 那其實這些都是Apple Vision Pro現在的應用 它只不過是把這些手勢 從螢幕當中移植到空氣當中 所以我們可以從視覺、聽覺還有手勢 這三個關鍵的點來發現 其實蘋果的所有產品它都是 為了Apple Vision Pro這個全新的生態器來佈局 所以其實真的就是把我之前對蘋果一些 不知道為什麼它要推出這個功能的疑惑 那在今天開始我就完全解決了 好那接下來我想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為什麼蘋果會挑在今年2023年發表全新的Apple Vision Pro呢 它有什麼用意 那其實我在上一部的iPhone 15 Pro的影片裡面講到 其實iPhone它現在的銷售已經進入到 產品週期裡面的成熟期 所以除非你去更動iPhone的產品線 或是把它做完全的更新 否則蘋果現在的銷量很難去突破到以往的水準 那今天我就把我整理出來的數據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iPad Mac iPhone它加總起來 從2010年的銷量 然後我們一直看到2023年的Q1 那我們可以發現它的成長其實已經進入到高原期 甚至快要到衰退期了 對那如果我們把趨勢線畫出來之後 可以更明顯看到 蘋果在未來銷量的走向一定會是慢慢的走下坡 因為畢竟在消費性電子的這個市場真的是已經趨近於飽和 然後隨著晶片越來越進化 所以大家想要換手機的意願並沒有到這麼的強大 所以在這個趨勢之下 如果蘋果它需要去彌補它的營收或是銷量 它勢必要去推出一個全新的產品線 還有全新的產品 這也就是為什麼Apple Vision Pro會在今年出現的原因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怪iPhone什麼 這幾年都在擠牙膏了 其實蘋果這幾年的重心都已經放在 Apple Vision Pro上面了 所以為什麼瀏海3年4年 然後變成了動態島之後還是不改善 對因為蘋果已經站在更遠的地方在看著我們的未來 呼應到我片頭所說的 Apple Vision Pro它的出現 它其實完美解決了蘋果生態系當中串聯的瓶頸 那大家可以來想一件事情 一般我們在使用蘋果產品的時候 其實都是以一對一的方式來使用 比如說我就是拿iPhone拿來滑社群軟體 看影片或是聽音樂 我就是拿iPad來做筆記或是做簡單的文書處理 然後我是拿MacBook可能來進行更專業的軟體剪輯 那其實我們在使用這三個裝置的時候 很少把這些裝置之間串聯在一起 其實我們都是個別獨立的在使用這三個裝置 頂多就是用到AirDrop或是iCloud的功能嘛 iCloud甚至可能有人更少在用 對那或是說我影片裡面教大家的一些通用控制 或是如何把iPad跟Mac的螢幕連接起來這些功能而已 但是Apple Vision Pro它設計的思維 它已經整合了整個蘋果的產品線 我們現在可以在Apple Vision Pro上面 使用iOS獨有的社群軟體 然後我們也可以同時看見3D的畫面 並對這些3D的畫面進行細部的編輯還有校正 對但是這些事情是在以前的蘋果裝置是做不到的 因為比如說Mac它用IG就很不方便嘛 那更何況我們要VR跟AR的拍攝 那其實只能在iPhone的LiDAR或是iPad的LiDAR才可以做到 iPhone它又不適合拿來辦公 然後iPad又不適合下載過度專業複雜的軟體 而且蘋果它本身也沒有支援這些軟體 Apple Vision Pro它就可以解決這些裝置當中它所遇到的瓶頸 它在所有的裝置之間都是可以通用的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說 Apple Vision Pro的書籤完美的串聯了蘋果生態系 好那關於這個章節最後一件事情 我就要來講一下大家一定很疑惑 就是為什麼Apple Vision Pro它會這樣子定價 它定價大概是3499美元 然後換算來說大概是11萬台幣 那主要原因可能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當然就是因為這個畢竟是一個全新出現在市場的產品 所以它還沒有辦法達到這麼大規模的生產 所以它的平均單價一定會比較高 對但是我覺得第二個更重要的理由 我們是要去思考蘋果它背後的想法 因為蘋果把這個產品的定位 它就是整合了iPhone、iPad、Mac跟AirPods 是一個整合了蘋果生態系的裝置 所以我們以iPhone定價3萬 然後iPad定價3萬、Mac定價3萬等等的價格加種起來 其實它加種起來的價格大約就是我們同時買了這幾個裝置加種起來的價格 對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我會認為Apple Vision Pro它的定價可以令到這個位置的水平 它確實是可以取代我們目前手邊任何一種的iOS的裝置 所以其實看完這次發表會我有一個很大的心得 就是我們常常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時候 都是以產品本身推出的表象 然後去對這個產品下定論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從一個大公司的思維跟角度來看 大公司它其實都是為了長期的許多東西在佈局 但是這些線索就是分散在好幾年的發表會當中 那我們到了今年我們才把這些線索全部集合起來 在現階段我終於高中了蘋果生態系之後 我在未來的影片就可以更好的跟大家講一下 蘋果它推出這個產品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對那我相信未來我的影片也會變得更有知識性跟更有質感 好那在影片接下來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 這次發表會的軟體還有硬體的更新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我決定把它做成第二集的影片 那觀眾就敬請期待啦 我會在下一部影片跟大家講一下 今年的MacBook Air 然後Mac Pro跟Mac Studio 還有iOS、iPadOS、MacOS等等 那他們這次的更新雖然不大 但是他們其實有非常多機器學習跟AI的功能在裡面 我也會透過OS軟體來告訴大家 iPad跟Mac它未來的走向究竟會是怎樣 那大家就敬請期待下一部影片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加分享並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最後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以獲得更詳細的資訊